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依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3月2号星期六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第二个小时的 POP有够近 我是依佩 好 其实近几年来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 大家都在讨论的 就是以前我们过往 可能会聊星座 现在大家都很进阶 譬如说要聊人类图 要聊 要怎么样去疗愈自己 我最近听到最多 就是好多人在学西塔疗愈 然后要如何疗愈身心灵 我们要接触水晶 然后是不是要跟宇宙能够沟通 我们是不是要 能够掌握什么宇宙万物的 秘密的能力 我们是不是呢 要来能够吸收好能量 我不知道耶 最近这几年 就是身心灵课程 跟身心灵疗愈 好像越来越多 这就是反映者 也许我们经过了一个疫情之后 我们以前就是张牙舞爪 想要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然后参加很多的局 参加很多的趴之类等等 但是经过了一个疫情之后 我们好好的去反思自己 我们人类是为而而存在 那我们的心灵 到底能不能够获得满足 我觉得心灵层面 是近几年来 而且我听过一个说法 也许是未来 在往后 我们其实是必须要去研究这一块 好 今天呢 我要来访问这本书 叫做 催眠疗愈 心手存 催眠这两个字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 有对催眠这两个字 觉得怎么样 因为我平常 常常我在要主持的时候 要在侧台上去的时候 都自我催眠 我平常最会自我催眠 我都自我催眠说 我是一个强大 非常有能力 可以掌控成长的人 要这样不断地 自我催眠再上去 结果没想到 我最近在看这本书 这里面还真的有个篇章叫 自我催眠 但他当然用了一些的方法跟能量 好 我们今天很开心 访问到的这一位呢 就是催眠疗愈师 也就是写这本书的大K老师 大K老师早安 竹竹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安 好嘞 大K老师 其实我在你的书里面 翻开的书封 就是有写到您的经历 其实我觉得 非常的不简单 跟觉得很有故事 我先问一下大K老师 你是本来一开始就非常相信催眠 还是说经历过什么东西 后来才接触到了催眠 其实我经历催眠 接触已经几十年了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有社团 大学参加社团 有一个催眠社团 大学有催眠社 是 什么大学有催眠社 以前在辅大的时候 辅大有催眠社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那时候有催眠社团 那时候纯粹为了好玩 就是希望说 能够这样叼一下 一摊子就把它放倒 对对对 就觉得很好玩 综艺节目不是都这样吗 是啊 大家觉得是真还假的 我以前小时候都超相信的 真的 因为有时候 小时候看综艺节目 很常会什么 一大堆什么很厉害的艺人 在那边 然后就请一个催眠老师来 然后就 然后讲一讲 然后大家就倒掉 然后就觉得说 Magic 就觉得这很神奇 是 对所以 那时候其实就觉得好玩 完全没有想到说 催眠能够做什么 就是把人放倒 就觉得很有趣 然后好像自己就很有能力 那个样子 对对对对 对那 经过一段时间 那中间就是毕业 工作 当兵等等 中间就落掉一段时间了 那 在十几年前 有参加旧国团的一个 一个前世回缩的一个 一个单元课程 那时候才发现说 原来旧国团老师 也是用催眠 在带前世回缩 那时候就让我重新唤起了 催眠这样的感觉 为什么我以前参加旧国团 都带我们玩大地游戏 我也很想玩前世回缩 现在好像 有些旧国团 还是有在开催眠课程 但是都是体验单元课程 对 可以去体验看看 对 是的 所以你那时候接触到旧国团 就有发现说 旧国团老师有在 用催眠带前世回缩 是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在这个前世回缩当中 我就 因为自己本身就会催眠 所以就经历了 一段很有趣的前世回缩 那待会再来破解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 我很想听这个故事 因为一般人 很多人都对前世回缩 非常有兴趣 超有兴趣 我也很想知道 我前世是什么 或是我的前世 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所以我现在来到这里 是 但是呢 后来到近几年 就是 其实我们了解到催眠 其实它的效果 功用 不是只有在玩 没错 不是只有在做前世回缩 没错 更大的效能是在于说 协助一些朋友 做身心安顿 比如说身体上有一些问题 需要再没有办法去调整 比如说我有听到 我朋友是用催眠的方法 然后再帮助他减肥 然后或是他可能借不了糖 一直觉得很想喝甜的 或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说 你走得很前面 是不是现在有这一款 有的对 但是要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在催眠 因为在国内 他仍然没有被承认 他的医疗效果 你是说 即使走到现在台湾 还是没有承认吗 对没有承认 所以应该这样讲 就是不具医生资格的催眠师 或催眠疗医师 是不能做治疗的 所以我们在做所谓的这些 协助这些朋友当中 我们都说做疗愈 那我们也不会讲减肥 因为减肥就是一个专业用语 那讲出来就会被罚款的 几万以上 这是我们要奴随的地方 因为那是治疗效 一个疗程 对 所以只要关系到治疗 我们都不能去说 然后其实也不能做 在所谓的 就是FB或行销广告上面 其实也不行的 那回应这个主持人 你刚刚说的就是 其实催眠在做体重管理的部分 其实是非常有效的 你可以讲体重管理这四个 对 我特别加强对不对 不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转述 他不会讲体重管理这四个字 他一定会说 我就是那边去减肥 对 但是你们是不能说的 这个也是 的确不是一个疗程 好不好 但是体重管理 那我们可以健康管理 体重管理这是可以的 非常OK 很棒 好我们改成体重管理 那您看 一般人就是体重会增加 身材会走样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吃了高热量食物 对不对 所以其中 我们在做体重管理 其中一个项目 就是戒除 对不对 那戒除 其实利用催眠 非常快速 会非常有效 我举个例子 就是 我之前有在社区大学 在教基础催眠 然后社区大学 其实我都会示范这个戒除 那我就会带一位学员 到讲台上面去 请问你要戒除什么 他说 我想要戒除严肃机 很好吃 对不对 严肃机又珍奶 对不对 那我就利用催眠的方式 带领他戒除严肃机 当下就有效 对不对 很有趣的是 就是我们的学生里面 有一位听到了 他也被戒除了 所以不是我做的这一位 不是我做的这一位 示范学生 戒除掉严肃机 是连下面听到学员 他也戒除掉严肃机 他不相信 然后他说 老师我不相信 所以他晚上 他就去严肃机摊 想要试着去买严肃机来吃 结果他闻到那个味道 他就觉得 哇他很不喜欢 甚至觉得很恶心 所以戒除是很有效的 我再举个例子 所以戒除是很有效 那老师 你下次要帮学员戒除的时候 可不可以帮我们 就是你那个房间 要有隔音效果要很好 不然我听到我也被戒除 这样不OK 如果喜欢严肃机的 就会觉得天哪 对啊我先说 我就想要吃严肃机 你还给我戒除 对啊 所以你看哦 体重管理不是只有戒除嘛 还有说 不好意思我刚刚打断你的话 你刚刚说 再一个例子是什么 对 在国内很有名的一家媒体 我有去帮他们做个员工训练 对 然后呢也是有位学员他 有位他们的员工 他想要戒除掉一个奶洞 那奶洞你知道软软的嘛 对 对不对 那我问他说你不喜欢什么 他说他不喜欢榴莲 结果我就把奶洞跟榴莲 结合在一起了你知道吗 好那很有趣的是 他当下就戒除了 他说我也不相信 他就想说 我就要去吃奶洞 对 结果下一次我再去上课 一个礼拜去吃 他说老师 我不敢吃奶洞 因为吃起来都是榴莲的味道 对不对 所以啊 催眠来戒除高的量食物 是非常有效的 对 但是呢他是有一些前提 对不是说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愿意 你一定要愿意嘛 你如果不愿意 他其实我们的暗示是进不去的 应该是说 前提是不能违背 这个人的自由行政 或是不能违背 这个人的意识 如果我意识就是说 我不要这么做 其实催眠者也没有办法 就是强制的让他做这件事 对没有错 所以这就是回应到 很多人会觉得催眠师 能不能控制一个人 对不对 其实如果你不愿意被催眠师 吓一些所谓对你有帮助的暗示 或者是要帮你做一些事情的话 你只要防火墙一射好 催眠师事实上是不能怎么样 我懂 所以催眠师 催眠师在一个愿意的前提之下 帮你做你的疗愈 就像刚刚戒除的那件事情是一样 老师我问一个直接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催眠跟身心灵疗愈 然后跟一些就是 比较玄妙的事情有关 但其实我看了老师的书 老师认为说 其实催眠在国外很多文献 以及很多很有名的催眠师来说 催眠对你们来说 其实是一种科学是吗 是的 其实催眠是理性又科学的一个步骤 催眠是理性又科学 是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您看 这是不是大家对于催眠有很多的误解 我们过去都会觉得催眠是一件很玄妙的事情 就是信者很信 不信者就是永远不信 老师竟然会说是一个理性 而且又很科学的事 我们待会先休息一下 进个广告 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既理性又科学 好的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3月2号礼拜六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来的POP 有够近 我是宜佩 我们今天再聊一个很有趣的 很多人会认为说 这是一件很玄妙的事情 当然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很相信 有很不幸的人就很ticky 说这不可能会有这种事情 我的自由意志这么的强 我怎么可能会被催眠师随随便便控制 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催眠这个话题 大K老师出了这本书叫做 催眠疗愈新手村 老师你这本书其实是出给 对催眠有兴趣 或者是说已经有上过催眠课 想要更精进的 或是想要练习的更精准的人 是没有错 对就是这是一本 大家都能够上手的一本催眠的 我们称为催眠教科书 因为国内的催眠师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 没错 在蓬勃发展 可是都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大家能够遵循的一个 对华人的文化民族 是能够让他能够遵循的 那我们都是依照美国的标准 大部分都依照美国的标准 那我认为这个其实对我们华人来说 事实上是一个 因为民族性不一样 方法也不一样 我讲一件事情 我就会觉得虽然这个催眠 也许是从国外而来的 但是华人有太多情感的纠葛 不是那种跟国外的文化 我觉得是文化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对 华人文化跟美国人的文化 绝对不会是一样 我们会有很多什么 我们因为谁谁谁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才会造就我现在怎么样 然后华人又很相信英国论 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美国人不懂 对 所以你看 我们光讲前世回溯好了 对不对 一般的基督徒 但我不能讲所有的基督徒 对不对 美国大部分都基督徒 他们是不相信英国论的 大部分 对 所以你看 那我们再讲前世回溯 如果你没有轮回 没有英国的话 那可能前世回溯就不成立 没错 对不对 那华人是大部分都是佛道教 佛道教讲的是英国 轮回 所以文化差异其实就出来了 那我们在前世回溯当中 我们就能够做到一些 对这个人来访者 有帮助的一些疗愈 虽然前世回溯不一定是一个 一定要用的方法 是这样 但是以文化来说 种族不一样 文化不一样 你用的方法就要不一样 所以我们才会出的这本书 是适合华人来阅读的 了解 教科书 那老师刚刚在上一个阶段 怎么会讲说 催眠是一个很理性 又很科学的事情 对 这个其实很容易 很容易证明 像我的团队目前 其实我都要求我的团队 一定要去念 身心灵的研究所 因为我们要提高 我们在国内 华人 还有我们国内的这些 所谓身心灵工作者的 这个所谓学术士 没错 然后所以我们在念当中 我们有去发觉 国内外的文献 已经有将近两万篇的文献 证实催眠是有效的一个 对身心灵的治疗一个 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 光这一点你就知道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科学 因为文献已经有将近两万篇了 对不对 然后光止痛 止痛就有将近两千篇 证实催眠止痛是非常有效的 我自己也有亲身经历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些其实都能够证明说 催眠其实是科学的 因为文献本身就是科学的 是这样 只是你知道在国内催眠常被误解 为什么 因为以前 几十年前 很多美国大师到台湾来 你知道吗 像以前的公卖局球场 还有很多大的体育场 他们都来这边做什么 做催眠秀表演 好像这样子一坛子 全场的人都会睡着 对 然后全场睡着 那好像舞台上面的人 就会被他控制 或做一些 平常不敢做跳舞 都会做一些糗事 或是做一些 就是做一些很失控的事情 是 然后我就觉得 天哪 如果我被催眠 然后变成那样 我才不想 我是 我这样子明星光环就不见了 我做一些很白痴的事情 对啊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你看台湾的这些 我们的民众就会觉得说 催眠就是那个样子 对 可是事实上催眠 不是只有舞台催眠 催眠其实更大一部分 是在做身心的安顿 身心的疗愈 所以近十几年来 催眠已经转向做 身心的疗愈的工作 所以现在的催眠的 助人工作者非常多 那因为助人工作者非常多 所以在台湾 在台湾其实已经有几千位 催眠疗愈师了 台湾还没有 有这么多 有 其实 几千位 有几千位 对 真的 可是你知道都拿美国阵仗 我懂 对啊 那所以这个让我们一直觉得很扼玩 就是台湾本身催眠的环境这么好 学习环境其实也很好 可是台湾没有一个能够登上世界舞台的一个团体 或者一个组织嘛 所以我才带领我的团队成立一个IAHH 国际专业催眠师疗愈总会 就是希望能够把台湾或华人的催眠 能够推上世界舞台 那能够台湾人发台湾人或华人 发华人自己的证照 不要让美国这个洋人赚美于钱 因为刚刚有提过文化不同 对不对 他们的证照证书当然是 就是有他们的优点 任何华人还是要依照华人的文化来发我们的证照 这样才是 对这样才是我们应该走的路 我在老师的书里面有看到一个 我觉得是大家很好理解的一件事 大家都会知道我们平常在醒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意识状态 是在生活着 在工作着 但其实意识有分意识 然后潜意识还有无意识 老师那我们催眠 通常会是在哪一个阶层里面 好 这一点我用一个比较实力来解释一下 像我们两位现在在对谈 那主持人你会判断 就是我讲的是真的假的 你会从我说的话里面去筛选说 什么是你可以用的题材 对不对 你会去选择会把关 会筛选 大脑就一直在动 一直在转 对不对 这是意识 一般人都在意识状态 对不对 潜意识状态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做梦 做梦 你的意识就会慢慢的 就是慢慢沉睡下去 没错 那你在梦境里面就是进入潜意识状态 对吧 那么 催眠它是进入潜意识状态 可是却跟做梦又不一样 做梦的状态它是幻散的 比如说你在做梦当中 你在睡着 因为有时候梦境是真的非常幻散 梦境既不真实又很幻散 然后突然有时候场景会一直不断的跳来跳去 对啊 所以你看你在做梦当中 或者你在睡着当中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控自己的梦 因为是幻散的 对吧 那催眠是什么 催眠是那种很放松 又很专注的状态 就很像您睡着了 或者在做梦 可是你却能够专注在那个梦境里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我们很专心在念书的时候 或者我们很专心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专注在念书 我们会看着书本 会看着这文字 可是周围的那所谓的刺激 可能渐渐渐渐 这些刺激你就会忽略它了 你会只有 只有专注在这个上面 那个时候你就进入催眠状态 我有时候很常会这样 我很专心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外面的那些环境的声音 跟那些杂讯我都会接受不到 所以你看竹子 你很适合去进入催眠 进入催眠来怎么样 来让自己更好 因为我是 你有这个特质 应该是说我的工作 很绝大多数都会是在很吵杂的环境 可是在一个很混乱跟吵杂环境当中 我必须要很专注的 不会被旁边的人所影响 跟不会被身边外在的那些东西所影响 因为我必须要很专注的面对我的事情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功能是其实人人 现在现代人必须具备 因为我们的接收到资讯 现在实在太多 过多 没有错 对啊 所以你看像我们讲催眠状态就是一种 在美国它叫trans状态 就是一种恍神啊 恍惚啊 或者我们讲所谓放空状态 那因为一般人比较难去系统化 去进入这个恍神恍惚的这个状态 所以学习催眠就是呢 让自己能够系统化进入催眠这个状态 可是进入催眠状态 不是只是进入这个状态就好了 进入这个状态我们要做什么 对要做什么 我们进入这个状态以后 我们能够让自己开放式的 去接受外面的暗示 建议跟指令嘛 这个才是我们真的要做的 比如说一般人 平常就乱的在接受暗示嘛 比如说人要跟你讲什么 你相信啊 对不对 那就是一种暗示或指令 我们每天都在接受暗示啊 你去餐厅点餐 店员都有跟你说 我们这个现在有在折扣哦 或者这个东西就是大家都会点这个哦 然后什么 他不就是暗示我要点那个吗 没有错啊 我就是不接受暗示 我就是我要点牛排 我就故意错过他的暗示 他暗示我 他一直在明示暗示我那个东西 我就说不要 因为我知道他在暗示我 所以您说的非常好 您那时候是在理性的状态 对 可是如果您在潜意识状态 您可能就会接受他的暗示 没错没错 对不对 对 所以催眠要做什么 催眠就是带你进入催眠状态 然后给你好的暗示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好的一个目的嘛 那疗愈是不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在催眠的过程当中 他就开放性的接受催眠师的暗示 那给你好的暗示 给你好的建议 给你好的指令 因为你开放性的接受 强力的接受 所以就能够很快去改变 自己内在那个不愉快 或内在那个情绪 所以催眠的一个很大的效果 是这个样子 那我想要请教老师 到底如果一个人被催眠的时候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因为在书上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判别方式 然后我也会觉得 哇 今天好想要了解这一块 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请教老师 好的 好的 好 我们今天在节目上 请到催眠疗愈师 大K老师 他出的这本书叫做 催眠疗愈新手村 其实还蛮推荐 就是如果大家对于催眠有兴趣 或者说 真的很想要了解催眠这块领域是什么 可以来看一下大K老师的新书 这算是台湾的第一本 真的这么完整去 有系统化的写出 要如何催眠的一本书吧 我真的在房间没看过 是的 因为我们当时在出这本书 我们的初衷就是呢 希望出一本台湾 跟华人的催眠教科书 所以我们是把它定调为教科书 是教科书 对 我们把它定调为教科书 希望以后的催眠学习 都能够依照这本书来 来做所谓的学习 所以这本书里面 它除了能够学会基本催眠 然后也会学到一些基础疗愈 那么也会学会所谓的自我催眠 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现在很多的催眠师在学习催眠 他没有学习过所谓的智商 我以为催眠跟智商是绑在一起的 其实很多催眠师没有学过智商的 他就是依照自己生活经验 过去的经验来做催眠 这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因为我一直觉得催眠 我就是需要被智商 譬如说我很想要了解我过往 为什么我为什么现在很害怕 这个什么什么 譬如说有些人很害怕吃香菜 有些人踩到草就不行 有些人看到鸡就崩溃 就是到底是为什么 这是源头是什么 那一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利用 催眠的回溯来做 可是刚才跟主持人说的 智商的部分是因为 现在很多学习催眠的这些催眠师 他没有学习过所谓智商的 这些所谓的伦理 智商的技术 这些技巧 所以他常常会怎么样 常会做一些违反伦理的事情 譬如说 比如说双重关系 对不对 比如说催眠师跟所谓的来访者 中间有进一步的关系 比如说变成很好的朋友 对不对 或者变成进一步的一些交往 那这叫智商的里面就不行了 这是在智商的里面不行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 因为我们的团队里面有智商心理师 那也有好几位是准智商心理师 我们就特别把催眠师需要学习的智商的部分 把它放进去 我们希望催眠师能够在 智商的这个范畴里面去做催眠 而不是以自己的主观经验去做催眠 这是很危险的 了解 可是我认同这一块 因为它是一个专业领域必须要有 譬如说医师要有医师的专业领域 什么什么 社工师要有社工师的专业领域 那当然我去关心这个案件 我不会关心到我整个人都栽进去吧 对 你必须要去守住的那一条线 我觉得这个奋计是还蛮重要的 对 所以我们也有教催眠师 你要设定你的底线 对 这个底线也是很重要 你不能逾越你的界线 这些其实在催眠的过去的学习里面 其实几乎都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大家能够从这本教科书里面 学到一些基本的智商的这些 伦理跟技术跟技巧 这样才是好的一个 所谓的催眠的一个疗愈 因为用经验是非常可怕 事情是这样子 了解 那我想要请教大K老师 你看过的案例啊 还有做过的这个催眠这么多 有没有哪一些人是比较容易被催眠的 有没有哪一些人是比较不容易被催眠的 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一些条件跟状态 是这个人你可以判断说 他现在是进入催眠状态 因为有时候我们自我催眠 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有没有催眠到 还是说有些人被催眠 他真的有被催眠吗 是 这部分其实我要把它分开来说 就是什么叫做进入催眠 什么叫做没有进入催眠 其实在国内外也有两派说法 竟然有两派说法 对 你们可不可以同意一下 很难 我想说你们怎么说两派说法 你们就给我同意 你知道为什么吗 有一派是说 有人能够进入催眠 有人不能够进入催眠 这一派其实我是不认同的 你是觉得都可以 我觉得都可以 你只要找对方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学派其实是认为说 其实你只要用对方法 那适合这个人的特质 你都能够进入催眠 就算一段简单的引导 你可能进入一个 你没有感觉的催眠状态 可是你还是会进入催眠 在那个催眠状态里面 第一次接受催眠的人 可能不知道他在催眠状态 可是你催眠是你要去观察 比如说这个人他眼球 在避震眼睛的时候 眼球一直软动一直软动一直软动 那可能就是进入一个催眠状态 那他可能全身很瘫软下来 他本来像我这样坐着 很认真跟主人在聊催眠 那在一个过程以后 催眠过程以后 他就开始很舒服的 瘫软下来 这些都是催眠状态嘛 对不对 那很多人会误解说 好像接受暗示 才叫做进入催眠 可是那是完全错误的 就是暗示是一回事情 对你接受我的暗示 对不对 跟你有没有进入催眠 是两回事情 所以我都说 如果说你能够睡觉 你会醒过来 你就能够进入催眠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有跟主持人提 对不对 如果你进入睡眠 对不对 你睡眠是患散的 你脑波会进入睡眠的脑波 对吧 第二大波里面 对不对 催眠是什么 催眠是阿拔跟希拉波 催眠是阿拔跟希拉波 我最近也听太多 我最近也听太多希塔波了吧 什么宠物高通也希塔波 然后什么希塔疗愈 当然是希塔波 因为都希塔波 就希塔疗愈了嘛 就是希塔波 我最近一直在听 我在这个节目不知道聊了多少希塔波 来的人都在跟我讲希塔波 最近希塔波很红的 对啊 连某位艺人也是变希塔疗愈师 对啊 大家都在希塔 对 那您看哦 希塔波是什么 我们实际上这几个脑波是互相消长的啦 那我们简单说 阿拔跟希塔波是催眠状态 阿拔波是一个轻度催眠状态 然后希塔波是一个深度催眠状态 然后进入睡眠 必然会经过阿拔跟希塔波嘛 所以你会睡着的 你脑袋一定会经过阿拔希塔波嘛 对 所以你能够睡眠的 你一定能够进入催眠啊 那失眠的人是不是阿拔希塔波比较少 呃 失眠其实它应该是内在有一些需要去调整的地方 我还想说 不然我说真的很不能理解 因为我是一个秒睡人 是是是 所以我就是很不能理解说 那那些不能睡觉的人到底是缺乏了什么波 还是他们一直没办法进入放松状态 呃 失眠有很多的原因啦 有些甚至有些是因为害怕失眠而失眠啊 那就是心理状态 要口令对不对 对啊 害怕失眠而失眠 因为担忧失眠 担忧我等下会失眠 所以就失眠 所以更失眠了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很多失眠都来自于担忧啦 那呃 我常讲催眠对于 对于所谓的帮助这些失眠的朋友 事实上都只是一个附加价值 对我来说啦 就是呃 只要自己练习催眠 然后经历过多次催眠的话 事实上一定能够很好睡 嗯 这个太多太多案例了啦 只是一般人没有经历催眠不知道 嗯 那可是根源是什么 根源是很多人会失眠 是因为呃过去的基地当中 嗯 也许是工作啦 也许财务啦 也许亲子关系 也许是感情关系 让他呃 有一些困扰 嗯 那这些困扰呢 他需要进入潜意识去解决他 嗯 啊 去解决他以后 他就会更好睡觉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想要了解的 就是说 譬如说有些人 譬如说跟父母的关系不好 亲子关系不好 或是夫妻关系不好 因为有时候不知道说什么就是跟爸妈关系 没有办法那么紧密 然后是不是你讲出来也好像也不能够去化解这当中的结或是什么 到底能不能够透过催眠的这种疗愈方式能够去化解某一些心结或是去解开某一些你觉得这辈子可能解不开的结 其实通常是可以的啦 嗯 就是您看看啊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呃一步一步去形成的 紧密关系或者是到最后变成决裂关系都是一步一步行 这些过程其实都潜藏在我们潜意识里面 那么比如说跟父母的关系 有些人跟父母很紧密 他的生命历程当中可能一直都跟父母很紧密 那有些人跟父母很疏离 因为他生命历程当中可能跟父母的的这个疏离度就比较多 对不对 那这些跟父母的紧密或疏离的感觉 这种情感都藏在潜意识里面嘛 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去调整这样的一个一个情绪或感情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催眠进入到潜意识里面 去对过去跟父母中间就是经历过的 比如说曾经有吵架啦 或曾经有有所谓的什么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经验 去调整那个经验的反应 哦 那过去的经验反应改变了 现在的你也会跟着改变 哦 是这样子 所以催眠是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称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回缩 哦 这样子 我举一个例子 哦 就是 我在社区大学有位学员 她母亲是忽然间往生 妈妈忽然间往生 那她其实她内在一直觉得对妈妈 有一个不舍跟欠借 她一直过不去了 只要想到妈妈 她其实就是很痛苦 这很正常 嗯 最能疗愈的 疗愈的这个所谓的情绪 其实是死亡这个分离 嗯 然后呢 我在有一次带她做催眠当中 那她就 呃 回到跟她妈妈共同的一个 一个经历里面 她见到了她妈妈 嗯 我所谓见到不是真的看到 而是在脑海里面 嗯 她重新回到了那个跟妈妈在一起的情境 嗯 那在那里她跟她妈妈做了道别 在催眠里面跟她妈妈做了 因为在催眠里面 你会感觉到 你看到的 你听到的 甚至你拥抱妈妈 那种感觉是非常真实的 嗯 嗯 那她就痛哭流涕 但她 我我引导她跟她妈妈做一个 好的道别 嗯 那跟她妈妈做一个 想说什么 而未曾说出来的话 跟她妈说 嗯 她跟她妈说 我好爱你 就她讲了很多 嗯 那就流了很多眼泪 她也很认真的跟她妈妈做了道别 嗯 唤醒她以后 她跟我讲说 老师很奇怪 我好像 心里那块黑色的 黑色的很重的石头 好像就慢慢的 就感觉不到就消失了 嗯 我要说的就是 其实这是一个 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 就是催眠在座的 其实就是 就是类似这些事情 就是我们往往能够利用回溯 或者利用 您跟您想要见面的人 在催眠里面见面 嗯 去做一些情绪上 或做一些关系上的和解 嗯 而当你内在这个情绪 这个关系 你和解了 事实上对你现在啊 就是一个释放 哎 老师其实我之前陪我一个朋友 去做过催眠 然后我只是在旁边看的人 是 但是我看了我朋友的状态 我就一直很想要 刚好今天老师来 我要请教你 他我朋友在进入催眠状态的时候 他看起来不太 他看起来很 很悲 不是悲伤 他看起来不太舒服 是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 可是那个催眠师也没有 就是讲了什么引导的话 会让他进入一个不舒服的画面 所以其实是 没有办法是被控制说 你今天在进入催眠状态的时候 你会进入什么样的场景跟画面吗 呃 其实一个 优质的催眠疗愈师 他必须要知道 也就是说 比如说今天这个来访者 他来我们这边 他希望去疗愈他跟 呃 过去的那位男朋友好了 他就是女性 男朋友的 的这个关系 已经分手男朋友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会带着 他跟他过去这个男朋友 中间这个关系 这种情感 让他去回溯到那个时候 嗯 去跟他这个男朋友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一样是和解 嗯 所以我们会 在事前跟他去对谈嘛 进入催眠之前跟他去做对谈 嗯 去了解说 他们中间经历过什么 那他感受最强烈的事件是什么 他最想调整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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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情绪是什么 症结点 情绪是什么 嗯 所以我们 我们就带着这个情绪 让他回到过去 然后去调整他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历程 跟他会看到什么 嗯 是这样子 嗯 只是偶尔可能会跳出 我们意想之外的 那 那其实 机会是有的 但不多 嗯 了解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请教老师 来到了10点钟的最后一个阶段 在我们节目现场是催眠疗愈师大K老师 好 当然刚刚听众朋友如果对于催眠有兴趣的话 大K老师出了一本书叫做催眠疗愈新手村 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好 最后老师 你在写这本书 然后现在成立了一个协会 然后带领这么多的学员 在做这个事情 你希望催眠未来在台湾 可以变成怎么样 呃 这个催眠在台湾 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可惜 因为已经几十年了 嗯 最少20年了 可是台湾跟华人催眠 一直不能登上世界舞台 所以 我很希望催眠 嗯 华人的催眠能够登上世界舞台 因为我们真的做得很好 嗯 好 所以我希望IAWH 国际专业催眠疗愈师总会 能够带领大家 这些催眠师能够 有一天能够在世界舞台 展斗头角 这第一个 嗯 第二个是其实 在台湾 其实催眠师是没有职业权的 可是催眠这么好 在台湾没有职业权 对 是除了医师资格的以外 是不能用催眠去做治疗的 所以现在所有在台湾的催眠师 其实都是算是副业吗 还是 呃 都是地下工作人员 哈哈 应该这样说 不能 对 我完全不晓得这件事 对 因为我们 我们如果做治疗会 违反医事法 可是催眠 他能够帮助这么样的 身心安顿的这么多的人 那现在催眠师会被归类成是心灵 就是身心灵疗愈师吗 可以吗 呃 现在是被归类成这个吗 也没有 因为比如说西塔疗愈师 是 或者是说什么疗愈师 就会被归类成 就会被归类成某一个某一个某一个什么疗愈师 一样是没有工作权 他们一样是没有没有职业权的 哦真的哦 对 所以这也是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我们 呃 爱到会去想要去突破的地方 对啊 要推 要推这件事 让大家这些疗愈师 因为你说 在台湾如果有这么多的催眠师 让他们变成有工作权 对 那呃 这部分其实我们已经努力了一段时间 那未来也是希望 就是我们的政府 或是大家能够协助 因为呃 催眠跟很多身心灵工具 事实上都是住人住籍的非常好的工具 然后如果能够让他们能够证明 证明化正当化的话 其实我觉得 那台面化其实会更好 而且而且政府也可以管理嘛 嗯 对不对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较大的愿景 突然之间在头脑中跑出来 是 有没有办法催眠这件事 可以被 把它放大成 假设如果 这社会上有这么多的罪犯 有些人去犯罪或干嘛 杀人干嘛什么的 是 有没有办法带着他们去找到那个源头 然后化解他们心中那种恨或者是什么 或是去做这件事情不好的事情 也许对社会来说 这是一个大的宏观跟愿景 可以让这个社会更和谐 呃 我觉得 呃 卓春你讲的很棒 因为内在的调整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哦 对 所以如果说 呃 能够让催眠师进入到一些所谓的 嗯 呃 寓所 没错 去协助这些 这些所谓的犯人 或者我们称为 对对对 称为这些所谓的不小心犯法的 没错 这是另外一块 对 这是对社会上有帮助的 那绝对都可以做 就像补导师一样 对 心灵疗愈本来就是催眠师 呃 常在做 而且 而且非常擅长的部分 对 那这部分其实也不止催眠师哦 很多生性年者这些作人工作者 都做得到 哦 所以我也非常赞同 就是主持人说的 这个目标其实是非常棒的 嗯嗯嗯 对 我觉得很好 了解 是的 好 最后呢 大K老师今天是不是 也要点一首歌送给听众朋友 你要点什么歌曲 哦 这首歌叫做梦醒时分 很有名啊 对 大家都会唱 还被很多人翻唱了呢 是啊 就是陈述化的梦醒时分 那 呃 为什么会点这首歌 因为 呃 每次听到这首歌 都会让我回到 我以前在服役当兵的时候 那时候的情景 嗯 我以前在那个陆总部龙坛的 军法座看守所 嗯 那边我们有个独立牌 然后呢 本来晚上都应该放 费仪清的什么晚安嘛 对啊 可是我们那个牌长 他就很喜欢陈述化的 这个梦醒时分 那时候好像刚出来 嗯 然后他每次晚上放的 就是梦醒时分 对 那我们就被催眠 被洗脑你知道吗 所以我每天晚上听的 梦醒时分 所以梦醒时分出来以后啊 嗯 我觉得我脑袋里面就跳出 我们睡睡眠那个 履床 有没有 上下 上下部履床 对 那整个 整个寝室的情境 那也是一段 很有趣的回忆啦 对 其实你在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被那个旅长催眠了啊 呃 对 那是独立牌的牌长啊 对 独立牌的牌长 他就是在用这个歌 在催眠你啊 对 但他应该不知道 他叫催眠 哈哈 我跟你讲 他就是无意间 使用了催眠术 在催眠大家 是 所以你这样说 催眠根本就不是以什么玄学 他每一天都在我们人生中发生 没有错 我每天都要催眠自己 是的 催眠自己说 我看到某一个人 我不要讨厌他 我应该很喜欢 他一定有什么优点 是我们没有所掌握的 他那么涣散 我们应该是 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还没看到 我们要看他的好的地方 不要看他不好的地方 这不就是一种催眠吗 对啊 我们在这个社会里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运用催眠的力量 我们活不下去 我们能会看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很讨厌 是的 对 所以你看 那主持人 您的概念真的非常前进 而且非常有催眠概念 对 我们每天不断的在经历催眠 我们每天不断的在经历暗示 对不对 那这些催眠跟暗示 我们都能够 没有 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都接受了 何况是你有系统的利用催眠 让自己进入催眠状态 接受暗示 这样子疗愈是不是很棒 很棒 好我们最后来听听 排长是吧 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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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在催眠 大K老师他们里面 所有阿兵哥的 纯淑华梦醒时分 这首歌太好听了 谢谢大K老师 谢谢